大家好 批评书 从昨儿晚上到这会儿 这个优管上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话题 涉及到王岐山老师 还涉及到韩国 涉及到文在寅 说这个王岐山跟文在寅讲话的时候 没有提西包子的名字 是联系用了三个他他他他他 因为中国的词语是很有意思的 他 男人也是他 女人也是他 一头猪也是他 是不是 一坨狗屋里包子也是他 都是他 他来他去对外国人搞不明白 为什么 尤其一个基督徒很有意思 为了显示自己的信仰很周正 为了显示自己的圣经 对上帝很敬畏 他用了一个这个 说的上帝也是他 是不是 用了一个很奇怪的 像一个 这个 什么什么旁的他 我看了我呵呵笑 上帝变成了一个人 行吗 他的名字叫耶稣 耶稣不是那个他 知道吧 而是一个人子旁的他 耶稣是个男的 是吧 哎呀 真是的 没有文化呢 你喜欢这么搞啊 我真受不了 但是呢 这个车有点远啊 这个王岐山呢 这个人呢 的确是用了三个他 但是这三个他 道理是不是对这个习主席的一种侮辱呢 灭视呢 是不是 是不是像全世界释放出一种消息说 我说这个我包子里就是三坨 三坨狗里包子呢 就是三 就是三 就是三头猪呢 那显然不是 是不是 哎 有人看不下去了啊 就骂啊 我看这是 这个话题应该是文睿同学搞起来的吧 我看了文睿的这个节目啊 我觉得讲的挺好啊 这是一个长期作优管的 对于这个政治生活 有一点分析能力的一个小朋友 我觉得讲的挺好啊 是不是 王岐山这个人是极其骄傲的 我跟你说啊 因为我为什么 为什么夸夸他讲的好 因为他的观念层面没问题 他可能在事实层面可能有 有那么一点点遮蔽 比如说啊 可能王岐山之前啊 我代表啊 习主席啊 向文总统转达他 对您的问候转达他啊 我也会把他的意思 把您的意思转交给他 然后用什么他 我跟你说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是不是 但是从观念层面看 这是对的 为什么首先第一啊 外交场合一般不会这么随便用话 希望这些话他都事先准备好的啊 国际场合说话 领导人不能随便的说话 知道吧 就像国际场合说话 你不能够说 你给你比如说你去访美 你这个总理访美 你开始跟人家用英语标 是不是 如果你比如说李克强说他英语不错吧 那不行啊 你必须要用中文 知道吧 所以你在国际场合去用 一种比较严肃的两个国家的元首 之间的关系 你不能用他的他来代替知道吧 你必须要用人名字 就说明王岐生根本没把这事当回事 我看了他那个视频啊 后来有人放出来 的确前面提到过习近平的名字 但是后面 就这句话 他不是按照稿子念的 你知道吗 他是按照什么 按照他自己的个性来的 哎 王岐生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我跟大家说过无数字 王岐生82年代的时候 扭这么长的头发 戴着个蛤蟆巾 穿着喇叭裤 手上提个收音机 然后在街头扭屁股 跳disco 是吧 然后晚上去搞姑娘 所以他是一埋相成是真的 所以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王岐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没有按照官方给他提供的稿子念 而是现场发挥 上一次这个刘鹤去跟川普 跟这个美国的一种高官见面的时候 就是现场说英文 是不是 因为刘鹤的英文也可以嘛 回来以后遭遇极大的愤怒和批判 那席包子都不保他了 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你为什么要说英文 你跟我说说看看 你是一中国人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是说中文 但是我们听不懂吧 你是不是用英文在搞什么地下活动啊 是不是在当汉奸啊 是不是他一堆的话 所以他们说 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党公养 还是中宣部 还是好多地方 都发起了一场对于这个什么 就是说刘鹤在美国出访的时候说英文的一个一个所有的政治就为那个批判的活动 就是因为你说了标了几句英文 其实刘鹤的英文也没那么好 所以你会看到啊 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出访他不管他懂不懂 他都应该要说这个 说他的母语 知道吧 一定要说他的母语 你不能说中文 你不能说他另外一个国家的母语 不行 所以这个同理也是这种外交礼节层面的话 你说王岐山跑到韩国去有什么意义呢 没什么任何的意义 就是个外交礼节 是吧 像这个韩国表明中国很重视跟韩国的关系 因为毕竟是宁国嘛 中国有很多技术依赖于韩国嘛 全世界都在围堵韩国的围堵中国的时候 希望韩国能够网开一面 然后继续给我们提供芯片嘛 继续给范冰冰提供着整容浓胸的手术嘛 他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继续让彭丽媛看能不能够再胖一点 现在尺寸还不够是不是 可以啊没问题的 这是第一啊 第二是什么呢 习近平一直想放韩国 自从这个武汉病毒烙起来以后 习近平唯一一个想出访的国家 没有之二啊 没有之一 就一个就是韩国 说了好多次了 文在寅呢也是想习近平能够出访韩国 但是韩国这方面一方面疫情没有过去 另外一方面韩国的那些反对党 那些议员坚决反对 韩国是个什么情况啊 就是年轻人非常讨厌中国 本来文在寅就是亲中就搞到韩国的年轻人不高兴 你如果还在这个时候 你冒着这个什么武汉病毒的危险 你把这个习近平请过来 你不骂死你是不是 把这房子给你点了给你着了都 所以文在寅呢一直就说啊 我们一直在商谈一直在协商一直在计划 我们自时机而定啊 因为我每天都看那个韩年轻人那帮新闻啊 因为他们都这样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文在寅还是习近平 他们两个人如果能够在文在寅退休 退休之前如果能来一个两国元首的高峰会 那多牛逼啊是不是 因为尤其是习近平特别想去韩国 说了好多年了两三年了都 一直就没有成行 那问题是有人说啊那习近平不去 那是因为现在有疫情那怕感染了 是不是那王岐山就不怕感染了 王岐山也是国家副主席好吧 王岐山如果在韩国被感染了 那不是实际上最重大的新闻了吗 他就没有国际影响了吗 他没有道理呢知道吗 所以我听到的北京的说法啊 就是习近平一开始的确想去 知道吧的确想去 但是呢后来他们就认为哎呀 现在时机不成数 中国在正在大面积的搞这个什么防疫啊 所以主席还是别去了啊 就让让王岐山去好了 就这个意思 其实王岐山去是不想让习近平抢国际上的风头 因为包子里已经把这个国家折腾的够呛的了 不能让他再抢风头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政治局的那帮人常委们一致就达成的一致意见 习主席不要去 让王岐山出去得了啊 王岐山也是国家副主席 曾经也是常委 级别足够了 你说是不是 他就这样啊 所以等于是打了包子的脸 坏了包子里的好事 如果包子里这个时候去去韩国做一次访问 那也不得了 因为全世界有很多国家他都访问了是不是 你不是现在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小土豆 是吧 跑到乌克兰去了 拜登去了欧盟 是不是 去了欧洲 都有出访 是吧 各个地方以色列的总理飞来飞去飞俄罗斯 跟家常便饭似的 那啥事没有 为什么习近平不能出访呢 你跟我说个理由看看 没有任何理由 所以你把这两个东西搞清楚以后 你心里就明白了 原来这个王岐山当着文在寅的面 用了一年用了三个他 三个他很久也是再说一遍 就是一头狗屎 是吧 一只包子 还有一头猪 是不是 三个他 真的 其实是 是完食不公的说法 王岐山这个人是非常完食不公的 非常 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嬉皮士 是吧 嘻哈精神 就是有点像上个学生 70年代 美国的那些左派的文艺青年 你明白吗 那非常的无所谓的 你看他说话 你摇头晃老的 比我还不正经 是吧 他其实是看不起习主席的 看不起习包子的 加上习包子现在权力的确有点旁诺 所以我认为这个文睿说的很对 真的 对就对的 他能够理解中国的国内土工的类斗 其实是很惨烈的 也抓准了王岐山这个人的性格 抓准了王岐山铺陈在他的内心 身处的那些个想法 所以文睿为什么你看他一个小孩很年轻 他在中国国内也没有任何公共知分的知名度 他的这个视频很火的 是不是每期随便去说几句话 就比我的这个点击率高多了 为什么因为我老谈信仰有些他其实也有信仰他法轮功啊 那但是你只能一个事实我就没他讲的好呗 是不是所以我我是很喜欢文睿的啊 我希望大家都去看看他的视频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他分析的很好 再说了你你你不要要求一个人在事实里面完全正确嘛 爱因斯坦说一句话我再说一遍啊 凡是在百科传书上能够查到的东西我都不放在我的脑海里面 这个话太他妈对了我跟你说啊 再说一遍 因为你你心里面真正受用的东西是你那套已然形成的观念秩序 我今天整理我的稿子真的就刚好就整理到这篇文章 就是观念秩序 它是一种习惯啊 它是一个系统 它这个习惯绵延几千年 什么也打不掉 知道吧 所以我看今天有一个人在那里跟我吵架啊 说啊功科己心强入功臣 什么叫功科己心 己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把你的心脏挖出来吗 是你的内心深处已然形成的观念秩序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是个中国人你就如是道的东西 你就在你心里面 他比一座这个城墙还难难以攻破 是这个意思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人家在说什么 你就在那里瞎掰 完了以后你就你不会怀疑自己你知道吗 所以这叫习惯啊 我们我们知道你看我中国人为什么年纪大了 就想回乡啊 我今天在那里读诗是吧 就是都都都这个喝喝喝喝吃张的吧 我老婆记性不好我心上吃错啊 什么什么相应无改什么冰毛催 什么什么叫什么来着 意思就说啊我年纪大了 我的毛都掉光了是不是 我回去发现小孩都不认识我的 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回去呢 是不是你都这么的年纪回去干嘛呢 那小孩都不认识你脑下没有亲人的吧 是不是你为什么要回去呢 你这奥运不挺好吗 是不是在哪里都是家呀 是不是为什么要回去呢 哎这就是习惯知道吧 原初观念 原初观念之旅 故乡勤结光宗耀祖 衣锦还乡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 你想把这个东西改掉 比功科一座城市那难多了 你知道吗 所以王岐山南内心深处 从82年的开始一直就是这样 他谁都看不上我跟你说 他看得上细胞子 你跟我帮帮忙 全一之计 所以从这个三个三坨他 三坨他 这个坨也是他 他也是坨 坨也是他 一坨狗屎 一坨包子 还有一坨管 不知道什么 反正三个他 至少可以证明 包子里的确有点受到侮辱的感觉 有点王先生有点漫不经心 有点自由发挥的感觉 在外交层面 在外交正式的国家元首级别的 这样的外交场合 这是不可以的 如果说我们接下来看 如果说接下来回去 王岐山没有因为这个事情 受到政治局的这个围攻 说明习近平真的不行了 谢谢